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 在肯尼亚 纳库鲁军 埃格顿大学的农业科技园里 今年58岁的南京农业大学 园艺学教授刘高琼 正在向学校周边的农民 科普新型粮用菜豆的培育方式 1997年 刘高琼接受中国教育部委派 从南京农业大学 来到肯尼亚的农业学府 埃格顿大学进行农业技术援助 至今已有25年了 刘高琼参与培育的这种新型粮用菜豆 是由埃格顿大学九位师生 耗时七年 从肯尼亚本地的品种中培育而来的 名为切拉笼 翻译成中文是美丽的女孩子的意思 当地的粮用菜豆品种 每株产20至25个豆甲 每公顷产量为1.4至1.5吨 而刘高琼参与培育的新型粮用菜豆切拉笼 每株产35至40个豆甲 每公顷产量为2.5吨 是当地粮用菜豆产量的1.6倍 新型粮用菜豆切拉笼 较当地的传统品种来说 不仅产量更高 个头也更大更饱满 这种新型粮用菜豆富含铁核心 食用后不会引起胃胀 这位年轻的农民 十分看好刘高琼培育的新型粮用菜豆切拉笼 他当即表示想要尝试种植 看到这些新型粮用菜豆初步得到农民的接受 刘高琼的心里十分高兴 刘高琼1964年出生于湖南楼底的一个小村庄 大学毕业后 刘高琼在南京农业大学任教 1994年起 南京农业大学与肯尼亚埃克顿大学 共同参与中肯高教合作计划 1997年 当时33岁的刘高琼 受南京农业大学委派 来到肯尼亚纳库鲁郡的埃克顿大学 担任园艺学课作教授 当时南京农业大学和埃克顿大学 共同参与的中国教育部三期 中肯高教合作计划 是两年为一期的 那时的刘高琼奔向着 在埃克顿大学 坚持完成两年的农业援助工作后 就回国继续任教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他与埃克顿大学结下的缘分 可远不止两年 刘高琼任教的埃克顿大学 成立于1987年 距离肯尼亚首都内罗比 约140公里 埃克顿大学地处高原地区 海拔约2000米 这是一所非盈利性 功利高等教育机构 成立之初便以出赛的农业培训 而享誉肯尼亚 因为埃克顿大学在非洲来讲 还是农业方面比较强的一个学校 各式你看很多国际活动 推出的活动都在埃克顿大学 各式只要一部东西就决定 农业方面援助埃克顿大学 肯尼亚全国80%的人口分布在农村 农业是肯尼亚的主要产业 肯尼亚是东非的一个热带国家 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草原气候 肯尼亚的气候和地理变化幅度大 具有热量丰富 光照充足等优势 利于许多园艺作物成功引重和生长 因此原艺业是肯尼亚农业产业支柱之一 肯尼亚原艺业占该国农业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是该国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 1997年 从南京农业大学来到肯尼亚埃克顿大学的刘高雄 进行农业援助的学科就是原艺学 学生很能吃苦 也很勤奋 记得当时我们给他们不是作业做了以后 每人都写一大半 看起来看好长时间 但是长大将来他们实力缺乏的 当时缺乏的就是实验室的条件 我们国内的学生要做什么 就基本上能做下来实验条件 实验室 实验天地条件都非常 但是他们要做的 基本上很多都做不起来 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原则来 很多原因方面的教学以及设备 这个后面就是我们分组生物学生涯室 在我们中国政府原则的 一带一路分组生物学生涯室 这个生涯室我们97年的时候 就开始用这个地方做我们中国项目 但是后来到了2014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中国政府原则 陪伴着这个技术人员 现在建成这个分组生物学实验室 目前来讲的东北地区 最好的一个分组生物学实验室 这座设立于肯尼亚纳库鲁军 埃格顿大学的实验室 是中肯作物分子生物学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它是中国科技部审批通过的 首批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之一 旨在培养掌握 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 研究人员 有了这个实验室 刘高琼带的30多名硕士博士 终于能在实验室里做科研 刘高琼在埃格顿大学 主要的教学内容为温室管理 蔬菜果树栽培 病虫害防治等 任教初期的刘高琼发现 埃格顿大学的农学教育 过于注重理论知识 缺乏实际操作运用 为了提高当地学生的应用能力 刘高琼在校内开设了 温室管理 病虫害防治等新课程 刘高琼和同事们 还特意从中国带来 农业生产资料和两套大棚 在埃格顿大学校内 他们建起中肯园艺技术合作中心 把学生带到田地里 带到大棚中 当时中国已经普遍使用 大棚进行农业生产 但是在肯尼亚 这项技术还没有推广开来 那个时候肯尼亚 它就是农业差距很大 一些大农场 它都是标准化作业 季节化作业 都是用欧洲的一套技术在做 做得相当好 包括我们现在国内在达里推广 这个农产品 这个生产的跟踪性 一些大农场 几十年以前 哪块地里是哪一天 用的什么肥料用的什么农业 谁用的 它都有记录 但是小农户 那就是 虽然它国家有这个农业技术推广系统 但是整个人讲 实用技术普及还是不够 当年刘高雄在大棚内种植的番茄 牧产五到六吨 而当地农民种植的番茄 牧产七百公斤到一吨 刘高雄在大棚内种植的番茄产量 比当地产量提高了五倍以上 这在肯尼亚当地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肯尼亚前总统墨一的一番话 使刘高雄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他一定要把大棚技术推广到全肯尼亚 帮助当地的小农户 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 在肯尼亚 三至六月 十至十二月为雨季 其余为旱季 当肯尼亚处于旱季时 气候非常干旱 一到雨季 农作物又特别容易遭遇虫害 而大棚技术 正好可以帮助肯尼亚农民 解决农作物病虫害肆虐的问题 可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肯尼亚当地的小农户 根本不了解大棚技术 大部分时间里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 庄家遭遇虫害 枯萎死去 像他那个番茄 如果一个大棚产十顿番茄 一公斤要怎么卖 这个四十千年的话 那就一个大棚也能产 这个四十万人进来 你就算去掉一半成本 还有二十万 那家里几个小孩上学都够了 1999年 刘高雄为期两年的援助工作 即将到期 那时 他才刚刚开始在肯尼亚农民中 推广大棚技术 面对刚刚起步的推广工作 刘高雄不忍放弃 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要留在肯尼亚 继续农业援助工作 帮助当地农民学习科学种植 摆脱贫困 而他这一留 就是二十多年 一坛子住起来以后 后面没人见 因为这个农业有个积累构成 不说你今天来就今天 能做出成绩出来 这个是九一八万 我们要不要再延长 我们说可以 因为我们做得蛮很顺利 这边也很有成就感 00年三一五那时又回来了 到了05年 我们后来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 就是怎么大棚里 在大棚里种番茄 那件印出来以后 都还是很少有人指引这个 后来到了好像07年08年 现在开始看到老百姓 开始自己买大棚自己建 现在已经做超过两千公尺的 周六一早 刘高雄动身前往位于纳库鲁郡 市郊外的农场 市郊路是中国的 这里修市郊路 现在肯定修路的话 中国人的标准就是他们的标准 其他公司修到人家都刷牙 这个他们实际不怎么做的 这个不对的 中国人不怎么修的 为了将农业技术推广到当地 每个农户家 这条去往市郊农场的路 刘高雄已经走了二十几个年头了 他一会在那个路边上 他等我们 因为我这个人记录不去 今天刘高雄应邀去往老朋友 穆阿乌拉家 去了解新型品种 切拉拢的种植景观 二十分钟的车程后 刘高雄来到穆阿乌拉的农场 穆阿乌拉也早早来到路口 迎接他的到来 那就是他 穆阿乌拉是纳库鲁郊外的一名农户 同时他也是纳库鲁地区 番茄种植协会的主席 穆阿乌拉拥有一处 面积为十公顷的农场 相当于一百五十亩地 在当地算是拥有 耕地面积较大的农户 他的农场主要种植 小麦 番茄 大豆 土豆等农作物 刚见面 穆阿乌拉就迫不及待地 跟刘高雄交流起农场的情况 每当刘高雄研究出新型品种 穆阿乌拉总会最先在农场里尝试种植 并随时向刘高雄反映情况 前段时间 穆阿乌拉在农场里尝试种植了粮母 刘高雄和同学们研究出的 新型粮用菜豆切拉豆 如今已经到了成熟阶段 这个你看这个豆子 当着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粮食组 他这个老百姓种了以后 收他这个干的种子 然后做粮食 然后好的就选出来做柳种 他自己可以用 然后再可以再卖个其他农民做种子 你看这个长得还算是不错的 他这里面这么多架子的 跟他这个 跟他这个饱满不不饱满 这个种子蛮好的 你看 这个你看接着这么多粒粒饱满的 确认好穆阿乌拉种植的奇拉笼 一切顺利 刘高雄跟随穆阿乌拉 来到距离农场五公里外的穆阿乌拉家 哈喽 妈妈 在家呢 好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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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高雄的到来 令穆阿乌拉的家人都十分高兴 抵达穆阿乌拉家已经临近中午 穆阿乌拉的家人们早已准备好了当地的传统美食 热情招待起刘高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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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做牛顛 牛顛 牛顛 很好 穆阿烏拉擁有一個龐大的家族 十個子女 幾十個孫輩 他們的家族世代務農 一家人的溫飽全靠種地 OK 謝謝老師李宗 因為你非常親切 來給我教訓 在我小小的農業 尤其是在那時候 我還記得 你來的時候 我在我的房子裡有細胞 其實你給了我 幫助了我 謝謝 OK OK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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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 劉高雄和穆阿烏拉 在一次校園參觀中解釋 那時 穆阿烏拉剛在農場裡 引進了大棚 並花費一萬多肯尼亞先令 當時折合人民幣一千多元 買下了一千顆進口番茄蟲子 可播種後不久 長出來的番茄苗就枯萎了 剛開始開花 它那個番茄就開始發生了一個親口病 它本來已經就可能也就是失望了 但是它這個面子上掛不住 因為它是這個番茄總是學會的主席 人家都要跟它學 然後它種的番茄全死掉了 它面子上已經掛不住了 我非常擔心 因為我知道它會把整個荷物消除掉 他來了 他來給我一個訪問 他會給我一個產品 他會給我一個產品 他會給你一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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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產品 另一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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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平常五產品 五產品 你可以把產品 在和劉高琼的交流溝通中 穆阿烏拉學習到了 越來越多的農業知識 熱心的他還會把自己學到的知識 交給鄰居們 幫助他們解決 在農業生產上遇到的問題 有時候講 我們到他們村子去 他就帶著我去看看 是其他老百姓家的地 直接有這個問題 來這裡有很多問題 有時候我要一整天再來 我需要他來 他會來給我一個訪問 他會給我一些訪問 我非常感謝他 他在我訪問 他會給我 在我們邀請 和我們邀請 因為我必須繼續 訪問他們 在這裡 下午四點 劉高琼從 阿烏拉家離開後 趕回納古魯郡城區 和妻子一起接兩個女兒放學 在肯尼亞工作生活期間 劉高琼在納古魯郡 和當地人伊麗莎白 組成家庭 來來來 帶娃娃啊 嗯 好 今天怎麼做的 很忙 在那裡工作的 製作晚飯時 劉高琼會和妻子伊麗莎白 一起忙碌 分享一天的見聞 生活中 伊麗莎白總是 悉心照顧劉高琼的飲食齊聚 即便劉高琼 早已適應當地飲食 伊麗莎白還是會 為劉高琼著想 分別製作中國和肯尼亞兩種食物 作為晚餐 今天伊麗莎白 特地為劉高琼準備的是 窩筍炒肉片 教授不喜歡這個燈醬 他必須用這個燈醬 為了給劉高琼製作出 味道正宗的中餐 伊麗莎白會定期去往 140公里外的 內羅幣中國超市 採購食材和調味料 伊麗莎白的儲物櫃裡 裝滿了來自中國的食品 他不僅能叫出 這些食品的中文名字 還能熟練地烹飪中餐 他不想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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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妻子和妻子都在廚房 我第一次被驚訝 為什麼中國人在廚房 他們在廚房做了所有事情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爸爸在廚房 劉高瓊和妻子伊莉莎白 相識於埃格頓大學 20年前 伊莉莎白的父母是埃格頓大學的職工 伊莉莎白在去學校看望父母的途中 搭到了順路去學校的劉高瓊的車 哎呀 好多錢了 我也當時也沒怎麼注意喝 他講的我們是第一次認識子 我們給他打遍獅子 然後有一天 有一個教授 有另一位教授 請我教他威風 所以從那裏買了書 我告訴他買了書 他寫了書 那些書 他現在開始討論他 想要認識的 老師 他現在做得很好的學習 所以我还踏迹得比较清楚 在相处交往中 伊丽莎白对于刘高雄越来越了解 她也愈发钦佩刘高雄 不远万里来到肯尼亚 帮助智利的农民进行科学种植 2003年 刘高雄和伊丽莎白 在肯尼亚纳庫鲸 组成家庭 婚后两人育有三个女儿 他们的大女儿刘一格 再度寄宿高中 二女儿刘亚兰 和小女儿刘淑琪 分别在中学和小学就读 他们都喜欢中国了 我一人长得一样 希望他们培养他们 对中国的这种认同感 他们自己也称自己是中国人 小孩都说我们是中国人 你们自己选吗 哪个是高队 这个又是高队 这个不是吧 这个是高队 对对对 坏蛋的好人 坏蛋的 坏蛋的 你们都记得了 这个呢 好呀 他们都是警察叔叔的 英文叫什么 叫保 保利 中文呢 警察 每到放假 三个女儿都会提出 请父母带他们回中国的想法 刘高雄只要工作不忙 每隔两三年 都会带伊丽莎白和女儿们 回一次中国 我只会认为 我只会认为 母亲 她死了 她已经死了 我跟他结婚了 所以 我第一次去中国 她很幸福 她爱我 她说我爱我的女儿从 Afrika 所以我们一起开心 我爱她也 直到时她离开 我认为在中国 我认为我感到舒服 我永远感到舒服的在中国 而在 Kenya 我认为为何我们不去住在中国 晚餐时间 刘高琼家的餐桌上 往往都是来自于中国和肯尼亚 两个国家的传统美食 刘高琼的妻子和女儿 也早就能够熟练地使用筷子 我们村里第一个上大学的 我记得我认识考上大学以后 我们村里还专门去发来 就是打的亲自活动 都过来 然后大家都给我捐钱 然后去上学 我还记得 但是我到现在 没有给家里做过一点什么事 因为爹以后就留在南京 南京工作间也都赶进来了 我们村里都很骄傲的 他们也觉得 我这个能出来做事 也许为国家 这个做事他们都很自豪 这个是我来的时候 还是很小的一个小树 现在长这么大了 吃完夜幕了 这个是我的小胡子 因为那个头发都白了 这棵位于埃格顿大学 实验室门口的枇杷树 是二十多年前 刘高琼的同事们种下的 如今已经枝繁叶茂 二十五年间 刘高琼帮助埃格顿大学 培训了两千多名农业科技骨干 培养出了硕士和博士十多人 二十多年来 刘高琼见证了中肯农业技术的 交流与合作 这位肯尼亚高原上的农学教授 就像这棵琵琶树一样 扎根在这片土地上